1932年3月2号早上,上海的日军像往昌一样进入阵地上班,他们已经和国军打了一个月,还是没能将国军击退,今天有点奇怪,对面的阵地一点动静没有,平时这个点该开枪了呀,难道起床起碗呢? 派两个胆子大的过去一看,阵地上早就空无一人,日军这才发现国军已经撤了,就在昨天,日军第十一师团从七压口登陆,准备包抄松护守军,守军总指挥蒋光烂以免派宋新年去留河独口证,以免让守军继续和日军交战,隐蔽撤退意图,到了晚上九点,一声令下,全军悄悄撤退,等天亮日军发现时,国军已经撤到40里之外, 国军打算在太昌、嘉定、黄渡建立新的防线,继续抗击日军,这样原本操守军后方的十一师团就又被挡在了防线之外,日军则是一面派逝去的部队追击,一面让十一师团走最近的路线去截断金户铁路,继续切守军的后路,这种情况下,国军要建立新的防线,就必须把十一师团挡住,承担这个任务的是八十七师孙月良旅五一七团, 五一七团刚从庙航撤到楼堂镇,全团立刻散开,休止攻势,上月三号凌晨一点,日军发起进攻,五一七团的前哨阵地全部被围,日军兵力增加到四千人,其中一路向朱家桥迂回,打到了五一七团的团部门前,万幸被守军打了出去,早上十点,旅长孙月良得到消息,他赶紧向张子中军长告急,张军长派独立旅一团前去征援, 到了下午,日军增加到七八千人,五一七团被围在中间,弹药所剩无几,而援军迟迟不到,下午三点,孙月良派人给张子中送去一封绝笔信,信的内容是五一八团早就打光,五一七团现在被围,团长失踪,我准备在葛龙殉职,田门堂将有危险,请军长迁移。 孙月良的二五九里,下下两个团,五一八团在庙航打光,五一七团,团部被日军袭击,现在联系不上,所以孙月良说团长失踪了,孙月良的指挥部在葛龙,第五军的军部在前门堂,如果日军冲过来,葛龙先完蛋,前门堂就危险了,所以他跟张子中说请军长迁移。至于孙月良自己,他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非常危险,手上无可用之兵,援军又迟迟不到, 日军如果冲过来,他就只能和葛龙共存王,好在下午四点,独立旅一团终于赶到葛龙镇,一团要从八千日军的包围中救出五一七团是不可能的,于是一团在葛龙构筑新的防线,这样五一七团就不用死守楼堂镇了,至于能不能突出来,那就要看五一七团自己,五一七团团长张史希带着全团官兵向南冲击,大家冲不出去就是死冲出去还有机会活,那就没啥好说的了,大家顶着 日军的机枪扫射,猛冲日军的阵地,终于让他们冲出一个口子,突围到外甲镇跟八十八师会合,楼堂一战,五一七团战死一个营长,两个连长,六个排长,士兵伤亡进迁,幸亏五一七团拼死血战,挡住了十一师团,不然国军的新防线见不起来,大家还得继续往后撤,如果十一师团切断铁路,被兜住的国军就很难撤出来了, 3月4号开始,国军和日军在新的防线对峙,松户抗战转入谈判阶段 5月5号,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协定,松户抗战正式结束 根据停战协定,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上海时区,而日军可以,秘密附件中还规定,十九路军必须调离上海,中国方面要取缔抗日活动